大家好 这期视频 我用行草书写了一幅传统的古对联 忠厚培元器 诗书发异乡 古人特别重视培养家庭成员的传统美德和修为修养 甚至把教育后代鞭策家庭成员的作用名刻在大门上 时刻提醒和警示家庭成员 南宋大儒朱熹有言 人之受天在元气 所谓元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附载着生命现象 人生所赖为气而已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 自国以来 一样元气甚为流行 而为人忠实厚道 善良宽容 不仅是存世之身之要义 也最利于培育续养元气 诗书何来异乡 因为诗书能给人以生存智慧与生命的能量 清代大学士张英曾说 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 那么这幅古对联以说理的笔法 上言养气 下言读书 培养家庭成员的为人处事之哲理 而现在的家庭 有多少人在精心培育家庭成员 尤其是后代的传统美德呢 我们是在教育上的专门 我们是在教育上的小维 我们是学习的 或组本 无论